Hello 今天继续看房 首先如果对我往期的鱼眼镜头有不良反应的朋友 这集请渗入 这是我们拿之前的镜头拍摄的最后一期 之后会换新的设备来拍 所以画面质量还请继续多包涵 好那进入正题 今天要看的房子 步行至JR山手线 昔日木里只要8分钟 位于5楼 3699万日元 折合软胃币244万 两室一厅 使用面积50.88平米 阳台6.81平米 建成于1998年 一进门的玄关 就是一个比我们中介小哥还要高的双面储物贵 鞋子再多都可以装得下了 绕过走廊拐过来 先看右手边这个门 打开是卫生间 白色风格简约高级 卫生间出来再往里走 左手边的房间打开就是盥洗室加浴室了 盥洗室很宽敞 左边是洗手台 右边凸出的一块空间 专门用来放置洗衣机 洗手台的右边墙上还有一个玻璃门 再往里走 就是干净明亮的浴室了 极多功能为一体 走廊的镜头是一个长条形次卧 有两扇窗户和一个宽阔的储物间 打开次卧的落地窗 这边有一个小型阳台 可以经常出来透气 看完次卧 我们出来去走廊的另一面 这边是一个长条形的客厅 客厅的窗户也非常长 这样的采光会明亮很多 客厅右边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厨房的装修都是纯白色调 配有洗碗机 嘎丝炉和烤箱 强力的吸油烟机和储物柜 虽然不大 但功能齐全 做饭的幸福感也会大大提升 客厅的墙壁上有可视电话机 这个电话机还可以在遇到险情时求救 客厅的左边过来有一个推拉门 拉开就是主卧了 一面是窗户 另一面是储物室 虽然不大 但是很温馨 储物间的门也是推拉式的 拉开之后 里面上下两层都可以置物 拉开客厅的窗帘 这边还有一个阳台 雨后的空气很清新 今天就到这了 最后我还想多说一句 有些人说我发假房源 发凶窄 标价也是假的 你们能不能不要每天在网上重拳出击 大家下期再见了 欢迎点赞